拜登特朗普引爆内战,多国下驻美国大选,二战轴心重现。 多国下驻美国大选,特朗普卷土重来,引发全球忧虑,两个美国已经形成,为何全世界都很紧张,日得轴心重现,二战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缅甸驻中国打通出海口,又存在着哪些利益和风险? 订阅瑞丽史,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特朗普搅动风云。 2024年的美国大选还未正式开始,强势回归的特朗普就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他接连赢下共和党党内的两场初选,并开始在各种竞选活动中宣传自己的未来执政理念,这让全球各方都开始担忧,一旦特朗普在今年的大选中胜出,美国进入特朗普二、零时代,是否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新一轮动荡? 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埃利森近期发表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就直接指出,为了迎接特朗普归来,全球各国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两头下注了。 埃利森认为,在各国领导人清醒认识到特朗普可能回归白宫的情况下。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实际上已经对各国角色产生影响,一些外国政府会将所谓的特朗普看跌期权纳入其与美国的关系影响因素之中,现阶段先不做出选择,以期望等到特朗普上台后再与特朗普达成更好的协议。 而另一些国家则,进行了所谓的特朗普对冲策略分析,特朗普回归可能会带来哪些更糟糕的选择,并做好相应的准备。 在文中,埃利森还将俄罗斯作为特朗普看跌期权的典型案例,认为普京不会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前,做出决策来改变与美国的关系,而是会希望特朗普上台后兑现他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的承诺诺,彻底停止西方对泽连斯基的使援助。 至于特朗普对冲策略则主要适用于美国的欧洲盟友,这些盟友都担忧,特朗普上台后会把所有援助乌克兰的义务都甩给欧洲国家,并重新推行孤立主义,导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急剧下滑,甚至爆发一场新的贸易战。 所以他们必须现在就做出选择,采取一些措施,提前应对特朗普上台可能带来的风险。 以达成战略对冲,这将会导致,很多国家现阶段不愿意再与美国产生利益交换,拜登及其外交团队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无论是从气候谈判,贸易谈判,还是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美国的所有盟友和对手都会权衡利弊。 也一年后,他们将会与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 简单来说就是,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外交垃圾时间,各国与美国进行外交层面的利益交换,投入与风险不成正比,反而更像是一场赌博,所有国家都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下注。 以确保特朗普上台之后,不会造成大范围的影响。 不过,这种将经济理论套入政治来进行分析的方式,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那就是,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 在现实之中,这场大选还有更多影响因素。 这次大选并不一定会以其中一方胜出的形势结束,而是有可能出现两个美国,两个总统的局面。 两个美国成为可能。 在《纽约时报》1月26日的一篇报道中,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拜登与特朗普的选战进行了分析。 报道中认为,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两个美国。 两个总统,特朗普与拜登的选战,不只是两个曾经入主白宫的人进行决战对垒,而且也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蓝。 美国与红美国各自的总统展开交锋。 而对特朗普与对拜登的支持,代表着美国社会自制县会议时代以来不断累积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今天已经发展到前所未见的严重程度,导致红美国与蓝美国在地理、哲学、经济、教育和信息上的差距不断扩大。 现如今,美国人之间不仅不同意彼此的观点,而且还生活在不同的现实之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互联网和媒体生态圈,对同样的事件发表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比如2021年初的冲击国会大厦事件,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法西斯组织,为了违宪夺权而发动的叛乱,而另一些人却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场有些失控的正当合理抗议,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此加以利用,让爱国者变成了舆论的人质。 红美国与蓝美国之间,甚至在在法律上也存在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在枪支、堕胎等问题上,至少有44个州已经根深蒂固地陷入党派划分。 决定美国大选胜利的,实际上只有6个摇摆州,这让美国社会成为了一个日益部落化的社会,社会矛盾构成了高于种族和肤色的隔阂,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之间甚至互不通婚。 在如今的美国社会,婚姻中只有约4%的结婚者,其中一方是共和党支持者,另一方是民主党支持者。 从这些分析内容和统计数据中,其实我们已经能够看出来,美国社会现在已经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火药桶,社会分裂,暴力冲突甚至内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如今的美国社会。 虽然各方都不希望特朗普当选引发混乱,但全球各国也都明白,美国仍旧是世界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国不能只对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发生的意外进行压注,也要铺好后路,应对特朗普败选可能导致的美国内战风险。 总而言之,2024年的美国大选周期,对于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全球各国来说,都是一次紧张的考验,人类社会数十年的全球化发展是否会毁于一旦,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识能否抵御住来自美国的孤立主义。 就要看接下来一年的局势发展如何了。 日德签署军事协议,这全球目光都被美国所吸引时,日本与德国不做声响地干了一件大事。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俄两国政府在1月29日签署了日本自卫队与德军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该协定简化了双方共享粮食、燃料和弹药的过程。 此外,根据一名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详细介绍,协定还将允许在联合演习期间双方使用各自的设施,尤其是日本使用德国的设施,今后不需要德国国内的批准。 共同社的报道中还直接宣称,此举就是日本在考虑到中国威胁的情况下,有意与欧洲国家强化安保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日本外向上川阳子在出席签字仪式时甚至还表示,这份协议将会使两国为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这很明显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加强日本的对外军备合作发展,所谓的为国际社会和平安全做贡献,只不过是日本顺应西方反华潮流,借此谋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借口而已。 甚至于日本与德国之间的协议签署。 还令人想起了二战时期的日德联盟,当时的日本帝国与纳粹政府也是以安全的名义签署协议,共同组成了轴心国阵营,共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毫无疑问的受害者,日本侵华战争至少造成中国军民3500万人死亡。 可以说,中国为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在战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也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成果,抵制侵略战争与军国主义抬头。 如今,日本不但在政治上急速右转,呈现出军国主义抬头的倾向,在外交上也颠倒黑白,无端污蔑中国对日本构成威胁,并借助中国威胁论大肆炒作,加速军国主义抬头, 与曾经的轴心盟友再度恢复军事联系。 这一行为是对所有侵略受害者的羞辱,虽然今天的德国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德国,但日本却仍旧抱有扩张野心, 没人知道日本是否会借助这些来自西方的军事协助来壮大自身,而后再度上演一场卢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变,重新恢复自己的扩张步伐。 对此,某些已经反华反倒魔政的北约国家,应该慎重考虑,尤其是当今不少北约成员国,当年都曾与日本交手,作为战胜国审判过日本, 他们不能忘记二战前日本的扩张路线,也不能忘记自己先被流血牺牲所换来的和平成果, 如果仅仅为了遏制中国这个本就虚无的目标,而去武装日本,让日本重新获得发动战争的力量,那么终有一天,回旋标也会飞回西方自己的头上,让西方各国为之付出代价。 北约算盘打错了,除了遭受来自俄罗斯的嘲讽之外,美国最近还面临着北约层面的压力。 由于美国国内两党近乎引发动荡的激烈竞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停滞了很久,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没有任何资金从美国输入乌克兰, 但这场战争却没有结束,几乎失去了所有军事工业生产能力的乌克兰,必须依赖外部军援才能持续战斗下去。 于是乎,一切的援助责任都被扔到了美国的欧洲盟友们身上,这引发了一系列的不满,尤其是同为北约的成员国的欧洲国家们, 都希望美国能够赶快结束内部争议,缓解他们身上的援助压力。 于是在当地时间约28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国会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资金。 为了说动美国,他甚至还在游说中扯上了中国,声称此事正在受到中国的密切关注, 如果乌克兰被美国极其盟友抛弃,可能导致中国大陆忍不住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军事行动。 他很明显是想要借助美国国内两党的反华共识,把中国强行带入到俄乌冲突的影响之中, 说服共和党方面继续续为乌克兰供援助资金。 但共和党议员们并不是傻子,现如今美国正急剧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试图遏制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长期高消耗的投资, 而且比借助乌克兰侧面影响中国更加有效, 共和党不可能会仅仅凭借这一理由就继续为乌克兰提供资金。 更何况,美国国内正处于动荡之中,两党的针锋相对即将到达顶点, 这时候共和党突然让步,等于断绝自己的大选前途, 仅仅凭借中国这两次,恐怕还不能让这些老狐狸咬上鱼钩。 斯托尔滕贝格最好还是死了,劝说美国这条心。 相较于劝美国回头,他还不如继续关注怎样和平结束俄乌冲突, 毕竟走上谈判桌要比说动现在已经处于军事对峙的美国两党简单得多。